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北京 祝你晚安 我有一个朋友被谈了五年的男朋友抛弃了 对方还振振有词 跟他说 一开始 你就不是我的理想性 我朋友瞬间懵了 像天叹了一样无所适从 过去五年 他完全适应有男朋友的生活 对未来的规划 就是和这个人结婚 过上相互交子的人生 他从来没有想过 如果会分手 他一个人要怎样度过 他早已丧失了 独立生活的信心 我认识一个小姑娘 每一次他和男朋友分手 就会迅速地让周围的人给他介绍对象 每次周围的人都会跟他说 你别着急恋爱 先想想 你到底要什么 可是每当别人这样问起他 姑娘就会说 自己很害怕单身 很讨厌孤独 受不了寂寞 每次分手想着的 不是怎么充实自己 而是如何排解孤独 别说是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了 他连接受都做不到 这个女孩对自己没有自信心 我觉得很可能 她从来就没有找到过 内心真正的寄托 没有意识到 单身其实并不是不好 并不是被抛弃 那是一种很自信的选择 还是有很多姑娘 把感情的主动权和选择权交出去 一旦对方说分手 就慌了神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从来没有想过爱情 她本来就是那么的不确定 一旦她走了 也就好像一无所有 很多人都害怕分手 害怕几年的感情复制动流 害怕自己 受不了失恋的痛苦 想着给自己的感情 找一份保障 我能够理解每一个人 都想要一份安全 踏实的感情 也能理解成年人的 深思熟虑 是想要给自己 留一条退路 可是 退路不是找一个又一个的人 去接手你的人生 帮你收拾你的蓝摊子 让你失恋的痛苦 降到最低 真正的退路是 爱的时候好好爱 不爱了 你自己也能好好过 我想起了前段时间 发现男朋友出轨 当天立马分手搬家的毛小童 他在面对一段失败 而无法挽留的感情的时候 他没有苦苦哀求 也没有慌了阵脚 爱你的时候 我也认真去爱了 但没爱了要分手 我也没在怕的 谁不知道 真正爱过再分开 真的很难过 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 在感情丧失 讨论现实的时候 他 他们 有足够的底气 可以维护自己的底线 和尊严 有底气直面失去 有勇气面对残局 有能力让自己 失去感情之后 不再失去自我 说到底 是一种对自己的相信 谁都害怕失去 优秀的人也怕 只是他们 有足够的 去应对的能力 我身边有好多感情 很顺 自己事业也很好的 优秀女性 也有很多 感情受挫 但下定决心 要改变 且成功改写人生的姑娘 我有一个 被男朋友劈腿的粉丝 他很长一段时间 都走不出来 他说他总是想起她 为了分散注意力 也为了让自己 变得不一样 他就开始学英语 后来有一天 他赶上了公司外派 英语口语很棒的他 就被成功地 排到了欧洲 后来他给我发消息 发来了很多 欧洲的美景 我也看他 交了很多新的朋友 他和我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这么一天 我会在这么美的地方 过着这样的生活 但机会 确实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 如果不是我 那个时候 每天按时学英语 现在 我不会再享受 我此刻这样的人生 所以你看 只要你能拥有一技之长 只要你能让自己 越来越好 自然 你就会有底气和信心 去应对生活 对你的所有刁难 英语越来越重要 我那天下班的时候 在电梯里听见 打电话收着 留立英语的大叔 在谈业务 也在一次行业会议里 见了一个和外国人 无障碍交流的小姑娘 现在的小孩子 从小就特别注重英语教学 我们远离了上学的环境 所以只能主动地 学习 才能补弃短板 增加我们的优势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改写你的人生 他不能把你变坏 也不能把你变好 只有你自己可以 所以 把命运 拿回到自己手中吧 我们一起加油 晚安 祝你好吗